有没有什么是安全的题目 大家听了可能觉得很奇怪 那题目就题目哪有什么安全的题目 当然我安全这两个字所要表现的是 有些题目是叫做 在我的定义里面是叫做比较危险的题目 什么是危险的题目 就是那个题目本身可能有一些争议 可能有一些不好懂 可能有一些容易被误会的地方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我们选题目不就选自己喜欢的 喜欢然后或者选自己专长的 选自己想讲的 题目为什么要分安全跟危险 我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大家来仔细看一下 我们今天一个评审或者是一个观众 他在给分的时候 他在看的是哪些地方 我们先不讲那些仪态 或者是服装这些的 光就内容 内容其实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是你今天在讲的那个的主题 比如说我今天在聊环保 我今天在聊人权 我在聊两性 这就是我的选题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你的陈述 也就是说你的架构 你的逻辑 你整个脉络顺不顺畅 所以这两件事加起来叫做你的内容 我再说一次 我们先不讲那些什么声音表情 语调 首饰 服装等等的 我们光就内容的部分 应该分成两个地方来看 第一个是你讲的那件事情本身 就是你在讨论什么议题 你要拿什么话题 你要拿讲的那件事情 这个本身是一件事 而另外一个是 你如何去描述这件事 你在描述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你用怎么样的脉络 怎么样的逻辑 让你整个的描述变得很通顺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 如果你选的是一个比较 比较伟大 比较尖锐 比较不普遍 可是你却很想讲的话 这个题目就是我说的 相对比较危险的事情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今天先不要讲是我们的 谁与针锋的比赛 如果我今天参加的是一个 教学方法的比赛 就是台下的人呢 会评断我的教学方法 厉不厉害 然后也评断别的老师的 教学方法厉不厉害 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会利用教学的技术 教学的方法 来让评审们打分数 那教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 老师们可以自己决定的 这就像蛇与针锋一样 蛇与针锋是个口语表达比赛 那讲的题目可以自己定一样 那如果我在这个教学比赛中 我选的是折射 折射基本上是国中的东西 那评审们如果也是科学理工相关科技老师的话 他本来就知道折射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以他会把注意力放在 我在描述我在传达折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用了什么样的教具 我用了什么样的比喻 我用了在黑板上画了什么样的图案 来帮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折射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我选了一个我刚刚说的比较简单 比较不是那么伟大的题目 好可是同样呢 如果我要来比赛我的教学的方法 但是我选了一个什么 我选相对论相对论就很难啊 因为大部分的科学老师 大部分的理化老师 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好了 他可能对相对论的了解 不如对折射的了解那么的多 所以呢当我在表演 我在让大家看我的教学的方式 有多厉害的同时 相对论变成我选题的一个障碍 因为大家可能连相对论都听不太懂了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选题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需要 孤注一值的状态的时候 比方讲说我前面分数已经很低了 我需要去冒个险 来交一个很难的议题 看看我能不能这个异军突起 这个当然是另当别论 我刚刚讲的是安全牌的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异常的危险 因为大家有可能不懂的是相对论 而你想要讲相对论的过程中 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弄懂 当然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教法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让大家真的懂了什么是相对论 那这就另当别论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打一个安全牌 希望评审们真正把注意力 放在你在教授的内容跟技巧上面 而不是还要花另外一个心思去想说 哎呀这个相对论到底什么意思的话 那所以你这个时候挑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 简单的题目来做演练 那就是比较安全一点了 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说小学生的演讲比赛 他就讲一个说 我最快乐的一件事 这是小学生等级里面可能会有的题目 那这个小学生呢 如果说我去挑的题目是说 上礼拜天去郊游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 爸爸妈妈带我去哪里玩 买了什么东西给我 这个是个很普通的题目 所以评审的过程中 如果今天这个是个演讲比赛的话 他可能会把比较多的心思 放在我今天在讲 上礼拜出去郊游这件事情的快乐 我怎么描述他 我的形容词有多么的丰富 然后我在描绘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刻等等的 可是如果有一个小孩 这个小朋友他最快乐的事情 可能是说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就好像他们家可能教育的方法很不同 他每次只要考100分的时候 他爸爸就跟他约定好说 我就把以后 我退休之后 我公司的股份拨1%给你这样子 你考一次100分我就拨1%给你 那你长大之后 我就把公司给你继承了 这可能是他们家的教育方式 而这个教育方式可能是 这说实在他们家高兴就好嘛 所以他爸爸高兴 这小孩有高兴 而这小孩觉得受到这样子的教育 跟受到这样的教育 摘培 是他觉得很高兴的事情 好 然后他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那讲的过程中 这个是他的主题 当然他还有他自己的演讲的技巧 也有他的表达方式 也有他的声音表情 可是假设今天评分的那个人 他压根就觉得说 爸爸妈妈在小朋友小时候 就把自己以后退休的公司的股份 用这种考分考试考几分的分的这个方式 再分给小孩 这个制度本身不对的时候 哇 那会不会有可能 今天评审把部分的分数 并不是放在这个小朋友的演讲技巧上面 而是这件事情他本身就不认同的这个地方 好啦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说 我说谁与针锋的选题 如果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讲一些比较不伟大 比较普通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会不会让评审真心的 把这些真正评分的事情 放在你的口语表达上面 而你今天要讲的事情 如果是一件过于伟大 比如说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登陆火星 或者是我觉得台湾应该要 我现在一直想不起来 全面免税 这个事情可能某一些地方是 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有争议的 虽然你可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或者是你要说 国中以下全部免费这种好了 这件事情是对或不对 你本身就已经觉得 会引起一些人的争议了 而这个时候 你在用自己的那些表达 或者用这些逻辑 再怎么讲再怎么讲 可能都会有人对你这个议题反对 而这个时候你的题目就会相对危险 当然了我并不排斥选一些危险的题目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是要出奇制胜 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参赛者本身 自己的志向跟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到节目上面来讲这些 我毕生就很想要讲的话题 当然这个是另当别论 只是我在讲选一个题目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用安全保险 就让想要让自己平安的 不要有什么大风大浪出现的话 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题目 选一个感觉不是非常惊天动地的题目 那就是我现在所跟大家讲的 属于安全范围里面的题目啦